上午九点左右 空勤总队的直升机 将三名登山客的遗体 载运到新立乡同富村的停机坪 罹难者的子女跪地迎接 场面哀期 家属感谢搜救队 这几天在山区辛苦携巡 搜救人员也给予家属安慰拥抱 搜救队表示 发现三名登山客时 他们一室失温 互相取暖 但都已经不幸罹难 这次两女一男 组成了登山队 7月20号从台东向阳出发 一路往北纵走 预计26号在南投新立乡的 东浦村下山 但台风过境之后 登山队却没有如期的 在26号下山 亲友赶紧通报失联协巡 预管处表示 接过三难通报之后 立刻和南投高雄的 消防人员合作 缤分两路 在南二段路线搜寻 7月31号傍晚 在南大水库山的下方步道 约50公尺的地方 发现失联的三名山友 但都已经不幸罹难 以上是记者为您所掌握的资讯